大家好,欢迎来到铲嘴新频道 我是你们的CPO主持人 Jaboo Officer 铲嘴豪 那希望现在等你是幸福健康的 那今天呢,我要为大家分享的就是 外国人来新加坡的时候 必须知道的一些基本购房和租房的知识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Let's go 那我们的影片就开始了 这个纯粹是个人的意见 是没有月配什么的 只是纯粹想帮助在外国 但是想来新加坡工作的分享而已 外国人在新加坡住房买房的基本知识跟价格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买房 那新加坡的房产就是居住的房产 基本上是有分政府组屋跟私人房产 那政府组屋如果你想要买房 也是有分两种 就是新的政府组屋 还有这个转售 就是说二手的组屋 然后呢 购买新的政府组屋 必须要符合两种条件 那第一个就是只有新加坡公民才可以申请购买新的政府组屋 那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新加坡公民 和另外一名新加坡永久公民 两个人联名可以购买新的政府组屋 就是外国人基本上是不可能可以买到新的政府组屋 那我们就来看看转售的政府组屋 那转售的政府组屋呢 它的条件是会比较放松一点 但是也是不简单 你必须符合以下三种条件 其中一样你才可以购买这个转售的政府组屋 那第一样呢 是新加坡公民 那第二个呢 就是新加坡公民和新加坡永久公民联名购买 那第三个条件呢 两个超过三年的新加坡永久公民的身份 联名可能是夫妇 或者是可能爸爸跟孩子联名才可以购买 所以基本上外国人来新加坡呢 通常他们都不会看这个政府组屋 是买不到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私人房产 那新加坡新和转售的私人房产 他们的条件呢 是大通小益 因为是属于公开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公寓 就是好像condo 在新加坡是比较common的私人房产 叫什么条件呢 就是购买者只需要超过21岁 而且你只要负担得起 这个25%的 这个首期付款 你就可以购买了 所以这个条件真的是放松很多 那有地皮的这个房产 就是landed property 好像牌物啊 bongrel那些呢 这个就有一点条件 就是你必须持有新加坡永久公民的身份5年 或者是你可以得到政府特许的批准 你就可以购买这个有地皮的这个房产 基本上就是这么样了 私人房产会比较容易得到 但是他的私人公寓的价格真的是会比政府租屋高很多 那如果budget的问题 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租房 租房啊政府租屋跟私人房产啊 条件是没有这么复杂 都是可以直接租的 你可以选择租诊件价或者是租房间啊 我们先看看这个租诊件价先 就是说私房式的租屋啊 租诊件价呢 官方数据啊 平均价格啊 你要租一个私房式的租屋 只有三个房间 因为他们的客厅 也是算一个房 平均价格是新币 2830块了 可是实际的价格呢 我是有做一些调查呢 已经到达了3000 新币以上了 分享一下给大家看看 这个到底是怎样 寻找 如果说你想要租房间 你可以来到99.co 然后你找这个for rent for rent 可以选这个hdb 然后你选全部你要租的这个地方 就是去search就可以了 你等search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 你可以看到五房式啊 这个五房式 一个月就租金了 要8,900 我们就看一下 你看这个三个bedroom 这个其实就是 是房式可是是condo 它的一个月的租金是需要6500块 私人的价格真的是很贵 如果说你只是要找政府的租屋 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你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holland holland cross 这个地点真的是比较不错 说来说呢 你看三个房间 它一个月就 需要3600块 然后holland avenue 第二个的 就是一个月也需要3000多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些example 它们的 三个房间的你要租整间家 的话一个月的这个费用最少是要3000 新币以上 然后水电费呢 你还要是自己保的 所以说呢 四房市的这个政府租屋呢 实际价格呢 现在已经是3000 新币以上 我们 可以看到 如果 一样的这个 三个房间的 公寓 就是私人的 在不成熟的地区呢 其实是 需要 4000 新币以上 那如果这个 住整间的价格 你可能你觉得 很不划算 太贵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租房间 你要租政府租屋的话呢 一个人单人一个房间 600块我觉得是 是租得到的 就是条件比较 不错的 靠近你工作 不是说很远 然后他的房间有aircon 或者是 比较舒服的 600块左右 其实你是找得到 可是如果你 不介意跟人家合租 因为你有时候你会看到那些广告 里面有一些 比较便宜 300块 我们现在又回到这边 这个website 然后我们来看 如果只是住房间 你可以选上面这个 你会看到就 common room 在Tampernitz 一帅这边 差不多 你可以找到一个 800块一个月的 一个房间 common room 这个只是 租一个房间而已 然后 这个在West Coast 就约要800块 common room 后港 后港就是说在靠近这边 North North East region那边 所以 他的价格现在 其实你要找到 都是 比较贵的 800块 所以 基本上你要找到 600块的 可能需要 一些 小小的运气 所以说 600块跟 300块合租呢 我是觉得 你需要一些运气 然后你会找到 比较不错的 然后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 私人的组屋 私人组屋来讲 就是他一定会比 政府组屋 比较贵 一些 然后 可是他有好处 就是说 私人的各些公寓 他们有游泳池啊 有健身房啊 然后他的 住宅的条件 可能会比较舒适啦 而且有这个 Guard House 有保安照顾 一些居民的安全 那些 但是新加坡 说真的啦 政府租屋 真的也是很安全 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要 住房间 我这边有分享一些 你要考虑的因素 你可以想看 你是需要找 中介吗 中介在新加坡 其实是一个 他们一个 制业啦 就是说一个 Agent 帮你找房间 你会很容易找他房间 然后条件都是不错 中介呢 他会帮你 Settle 就是 做好全部这些文件 然后跟屋主 谈 条件这些 然后呢 你只是要给他半个月的房租 作为中介费 就可以了 你需要考虑的呢 除了房租 还有水电费 网络费 还有杂费 水电费跟网络费 通常都会包在 这个 房租里面的 然后杂费呢 就是可能 你的Aircon的Service 冷气的Service 然后可能有一些两个星期的清理费这些 可能 屋主会跟你讨 所以你要 考虑清楚 通常不会太贵 可能就是20块 然后 冷气的话可能三个月会一次100块左右 好的屋主他会包到完 合约内容 就是 期限跟这些维修费 期限通常 合约都是一年 每一年 屋主会看你的人 好不好 帮忙照顾房间的好不好 然后 好的话他们通常不会起家 然后 维修费来说 就是可能一些供用的 比如说冰厨 CEG 坏了 就是谁会付这个 修理费 好的屋主 也是会帮你 保到完的 然后你想知道 可能目前 是有什么房客在租 可能本身你是做一个 office的 然后 隔壁就住一些学生 你们的生活习惯就一定不一样的 学生他们半夜可能他们会赶一些论文 会做到很迟 会影响你们休息的时间 不一样的国家 Culture也不一样 有些房客他们喜欢煮的食物 味道会比较重 这个你们真的要 自己小心 最后一个就是 屋主跟屋主的家人有没有同住呢 我本身 以前来新加坡的时候是有住跟屋主的房间 也是有住过 有的屋主真的是很好 所以这个是看运气 如果你真的是有兴趣来新加坡工作 然后 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在 留言那边 问我 然后我尽量帮忙 那今天介绍就到这里 那希望大家 幸福健康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请帮忙点赞和订阅哦